数千辆装满水果的卡车未经我们同意被开放火国 我们国家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 我们如果果断的拒绝了这件事情 并向他们下达驱逐令 那么哪些国家是如此放肆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众所周知啊 我们中国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无论是饮食还是其他方面 已经开始走向更高层次的享受了 有时候还会出去旅游放松一下 所以很多人的首显呢 就是泰国和越南 尤其是离我们国家比较近的越南 而且呀他们国家的风景和环境呢 也是很好的 所以呀我们中国人在当地很受欢迎 主要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很好的收入 那么在越南水果的产量是非常大 在我国又有很多呢 喜欢吃越南水果 比如说火龙果啊 荔枝 红毛丹 牛油果 榴莲 芒果等等 而越南的大部分水果呢 都销往我国 毕竟呀我国是一个拥有了14亿人口的大国家 我们呢也可以算是他们的大客户之一了 他们虽然在我们交易中赚了很多钱 然而他们实际上呀是对我们国家做了一些对我们国家不利的事情 越南在发展的时候呢 我们国家呀帮助了他们很多 现在呢他们不感恩 而且做出了对我们国家不利的事情 在越南一般情况下呀 他们的果实不会滞销 而且呀大部分呢 他都是运到了中国的 但是就在前一段时间呢 越南曾欺骗了我们中国的供应商 我们的许多中国供应商呀 都拒绝了和他们的水果来往 所以呀我们对他们的国家呀感到了失望 我们呢为你们创造了这么大的经济利益 却对我们中国呀是吃着我们中国的饭 还砸着我们中国的饭 所以呀对改善这种情况呢 越南政府出了一台特殊政策 在这台政策中呢明确规定了 无论是中国还是呀中国游客 还是与中国经销商打交道 都必须做到商品质量和价格最低 如果任何人违反此规定 那么他们将面临了当地政府的处罚 那不知道对于这个越南政府的这种做法呢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 如果呀说你们要是再不检讨自己的错误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马上就会把这些东西呢 给打回去 而且永远就不再交易了 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